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 講講我對於怎樣來應對現今的經濟情況 有幾點的觀察 以及幾點的感想 首先就是要順時而行 我是喜歡看鳥仔的,喜歡觀鳥的 觀鳥就在乎氣候和季節 什麼時候看什麼鳥仔 有它的自然規律的 好像現在上個週末 我們香港有幾百隻黑臉疲勞回來了 但早上三個星期都未見到 而每年亦都有很少不同的時間 但是 我們不是 這些東西完全是我們看鳥仔的人可以控制得到 這個時間 我們在韓國菲律尼的黑臉疲勞 但已經離開 海歐也都見不到 看鳥仔的只能夠選擇了合適的地方 合適的時機才有收穫 同一樣 香港作為一個小小向外形的經濟體系 我們是沒有能力影響到外國經濟環境 但必須要對國際大形勢有透徹的認識 才能夠把握先機 我們一定要順時而行 不能夠逆里而動 面對全球的油脂增加 香港要做的 不但要捉起水閘 對於外資是私家限制 這些不是可以做得到的方法 水是要來的 你這樣做起水閘 對於什麼限制的時候 很可能受到負面影響更加大 以為這些可以避免國際環境影響嗎 不可以的 這樣做是跟香港賴以成功的自由開放的理念 是南沿北撤的 無二 就是如果你倒水的時候 連盆裡面的嬰兒都倒出去 我們也不能夠做得到的 積極地應對就是 為資金提供了多元的出路 我們一直是推廣了香港作為區裡面 主要的上市的集資地點 吸引內地以至新興市場的企業來香港上市 就是希望香港有更多的渠律渠道 來吸納外來的資金 同樣的道理 香港積極地拓展人民幣的業務 也是異曲同工 2007年 開始我們香港推出人民幣債券 一直是廣受市場的歡迎的 一方面可以匯聚資金 同時可以有序地推動人民幣境外流通和使用 賣去區域化和國際化 至於最近有言論說 現時大量的熱錢在香港來團職 也很可能透過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 回流回到內地做炒作 這些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流入香港的資金 主要是涉及股票集資的活動 IPO 內地離港上市的公司 所募集的資金 調回到內地做業務的用途 這個是正常的官方途徑 數量很清楚 我預測清楚知道 何時回去都可以預測清楚 完全不會影響內地任何資金的市場 也有這樣的需要 鼓勵這個資金市場 能夠離開境外 而去境外做個自由操作 這是國際化的先做的功夫 必然做的功夫 香港的資金要投資在內地 內地當局也有嚴格的把關 有關於人民幣貿易結算的兌換 全部都跟貿易有關係 而不是做這個所謂炒作的用途 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 我們的目的就是 要為國家金融開放改革作出貢獻 前提就是要保障國家金融的安全 這一點我比任何人更加緊張 事實上香港人民幣的業務 一直運作是嚴謹有序 這是有目共睹的 我們在這方面會繼續努力 我總結一點就是 資金流入 本身不是洪水猛壽 香港是以貿易和金融起家的融資中心 和融資管理中心 經歷過多次的金融危機 我們要見慣風浪的 資金來資金去對香港來說是平常事 關鍵就是我們要有穩健的金融體制 合適的渠道去吸納這些資金 審慎地監管制度 防止過度的借貸 避免造成支盤泡沫 影響到民生 這個目標是並不容易達到的 要有宏觀的視野 又要有經常做細緻的政策的調整 但要成為世界級的國際金融中心 是必須要以一個目標而努力 向這個方向做努力